我的职业是婚姻合约登记员 这个地方的法力是只有结婚没有离婚 而结婚可以选择年期 约满可以再续 有一对老夫妇 我已经见了他们三年 老太太患上严重痴呆症 老先生决定每年再追求她一次 再向她求一次婚 每年都记得要开心一次 他们好浪漫 那你会这样对我吗 你说的 但慢慢地 我看到更多为年轻而吵架 为小事不再续约 但我越来越迷糊 两个人一起的时间 中间的意义 时间差不多了 回来再说 直到今天 老先生居然说要定一百年的约 我的第一个一百年 毕竟说他剩下的日子不到一年了 我想预约到下辈子 来了 我听到他们这番话 突然我好想放下所有东西 马上去找你 我想给你我的答案 天老地老地老 也好 尽你离析 你